这人怎么没在啊 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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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强 李强 三年不见了啊 一个解放战争啊 都快打下来了 我说呢 说军委机关有人找我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 徐强呢 徐强 我现在领导不了了 在州府主席那儿上班呢 筹备将来的外交部 开天辟地啊 李强 跟你说句挺晚话 这林娥生了儿子 还是女儿 女儿 刚满月 你看看啊 你得感谢我 没有老牧 当年在延安红星饭店 请你们吃羊肉泡馍 没准啊 你小子现在还打光棍呢 干什么啊 不对吗 老牧 你是不是记错了 在延安红星饭店 吃那顿羊肉泡馍 是我套的银子吧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林娥凑足了钱 你小子太气交了 越来越不要脸了 我跟你说啊 林娥我已经收回来了 调了你半年前我就发去四野 他是我们总参三部的老班底 这要建国了 我这里需要他这样的骨干 你老牧现在是组织啊 非得让我们两地分局 我有什么办法 行了行了 你就忍忍吧 这要这样发展下去啊 我看要不了半年 这全中国就给拿下了 怎么样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 我兵团已于平均难进了 快打到湖南了 作为四野的先前兵团 和二爷会合 对付白崇禧 这就对了 我今天找你来 就谈一件事 董建昌 他也在白崇禧的下下 谁 董建昌 在黄埔的时候我就察觉到 你跟他的关系 十分特殊 他其实就是我姐夫 那就好 据我们所知 董和蒋是有矛盾的 蒋对他意志很低方 但有时候又不能不用 因为在第四季那老人中 他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张发魁 湖南存在你们四野的 进军路线上 因此 我们决定把对董建昌的工作 交给你杨立青来做 这是密码 跟他联络的方式方法都在上面 这渡江战役说打就打 做晚了 恐怕就来不及了 广州革命初期 他做过我的导师 四一二以后 没少扶持我 对我很关照 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 双方南辕北辙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到一块去 虽然此人多变 但是我们还是要促整他起 不要说 你不可以试试 这么围 韵起来 很久 三十三 我们也有很多 当我们还要促整 我们几乎富士 很重 几乎富士 都犯了 你们几乎富士 生猪生银 军统长沙寨 在我司令部电讯室 安了几个人 三个 电台上安了两个 电话左机上也有一个 从今天起 你在特务营 给我调几个可靠的人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给我盯紧了 是 我明白 你把这份电报 给重新译一下 是 是 东司令长官勋剑 自与长官在广西三军司令部 馈赠望远镜一别 亦有四年过去了 南长暴动 长官专链舍一别 亦有二十二年过去了 似乎学生 与您当初的分歧争论 又即将有了结果 在学生实践的同时 我解放大军 已经跨越了千里江房 并占领了南京 学生所在的部队 也正向老师所在之地逼近 再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人民财产的损失 学生恳请老师履行与我已达成的初步协议 选择有利时机 实行战场起义 国军与老师洽谈代表已在途中 学生已托代表带去详尽计划 望望老师审时夺势 依然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大义之举 回答我 那好 现在我命令你 带着你的队伍 随我的特务营一起 去二十路师师部 把他们从共产党手里给我拉回来 这办不到 你也厉清妄笨 跟共产党走 我为董建成以为自己是个伯乐 不曾料想 自己却成了千里马的草料了 报告 拉克巴马号到了 刚刚停泊在无数毛地 谢谢谢弟 美国的这批军火终于到了 国防部都催问多少次了 太晚了 已经无法扭转徐邦归阵后的颓势 老美动得太慢了 年初定的军援年底才到 数量上还不够他们许诺的一半 这也是最后的糖果了 你们没有见到 美国人是怎么低调接待伪座夫人的 仅仅是六年的时光 六年前 他们对到访的夫人是屈指着 现在是有意给夫人难堪的 局长 请你一定转告你们海军的贵劳族 海军一定要拿出最好的军舰和舰长 全力保障此项特殊运输任务的完成 这也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未来 我明白 谈波停泊的位置 离央行越进越好 是 中央银行的储备黄金全在我这个库里面 总共有二百七十七万两 我们不管账目 只管安全战役 账目错了杀你的头 黄金少了一块 杀我和胡师长的头 无量不具兵 那批黄金将是我们到台湾的立足之本 无辱 就是丢了你我的命 也要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台湾 通定司通 是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金色 即使这样 他能成得起一个国家吗 他能成得起一个国家吗 是不是 他能让得起一个国家吗 不要 你 他能需要 有 müssen 你就 我 你到现在才回来 早知道你在上海 你也不回家一趟 你知道家里出了多大的事吗 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我只能在家待两小时 我中午刚从台北飞回来 他们就把我家过去 找我谈事 你不是已经离开他们了吗 是他们找到我的 说在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什么事啊 他们怀疑董建成搞不住 可是又抓不住他的把柄 就把我叫了过去 他们不敢找你 就是这么回事 他今天偷人送来的 他让你去尝尝 你去吗 是他把我引到这条路上来的 现在 他又要决定我的后半生 我已经没有心气再随他走下去了 我主意已定 跟他分手 好 你看 秋秋已经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 看这张 是他在忠王之子里扮演了忠王妃 你看 咱们这个妹妹扮相不错呀 共产党要进城了 咱妹妹这时候演忠王之死 是提醒他们 不要再犯太平天国的历史错误 咱爹怎么样 我急着要和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监察院给了我两个选择 一个是广州 一个是台湾 吃晚饭的时候 我试了试咱爹的口风 咱爹说 如果共产党到了上海 他哪儿也不去 李华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不管咱到哪儿 都不能丢下咱爹 可是上海能守得住吗 汤恩伯说上海的城防固若金汤 是常常摇魂声大的 都是卖狗皮膏药的 我在台北 已经卖好了房子 一定得把咱爹带走 去台北 这次一条 是常常摇魂 Band 别无选择 мотрите 让人陆带走 一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思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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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里边请 是 很好 那就是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了 是吧 是这样的 但是你必须得替我 提醒董长官 千万不能钓鱼倾心 就像烧开水一样 九十九豆都不繁华 非一百度才行 明白 只是董长官有一事不能释怀 您的姐姐 什么意思 董长官曾经试图说服您的姐姐 让老人和孩子都迁到湖南 您的姐姐明确地拒绝了 董长官此次派我出来 想让我再去一次上海 做最后努力 我想知道 您有什么话 可烧给您的姐姐 这恐怕有些难啊 这一般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个家庭 这牵扯到我和我姐姐 包括我哥哥 这么多年了 各自地坚守吧 哪怕有一丝可能 也不会等到今天 是吧 是这样吧 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理念和道路 虽然我们是一家人 也减守了家庭的状责 但我只是家庭中的一员 不会也不应该 把自己的理念和道路 强加给对方 你说呢 刘副官 我明白 你要是有机会见到 我的姐姐和父亲 请替我转达 是我非常想念他们 他 只会为他们 人哪怕 谁怕他 我恐怕能 BRT 你问我 我得问他 他要得问他 我athlet 你得问他 我ørg 或者我严谳 你得问他 你得问他 我要去胜大 最可靠的船队随传押运 不能有一点闪失 您放心 人在船在 船在国家财产在 这批黄金送到 你就不用回来了 我想我们下次见面 应该是在台北了 杨教官 你什么时候动身 快了 除了还有一批 中药物资药运送 我还有些家事 我是家里的长子 自然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拜托你了 台北见 杨教官 我想问一句话 历清现在怎么样了 春风得意 当着军长 帅部控制这干线 正在向湖南进军呢 这一别 也不知道我们三七六八的兄弟 已经是寒暖不能再见 恐怕难了 连我这个同胞哥哥 乌龙啊 说实话 我挺羡慕你们 闭着 我说是杨丽人 什么 心脏病突然发作了 在哪个医院 丽人 好 还过来了 好 爹 对不起 哎呀 老爷子缓不来了 她怎么会突然犯上心脏病的 谁说不是呢 她本来一大早 我们一家人吃饭还好好的 这老爷子也是好好的呀 她整合着粥呢 忽然就不行了 就要晕过去了 幸亏我一把把她抱住 没睡在地上 也亏得丽华的车在啊 我们就赶紧往医院送 那脸沙白沙白的气都上不来 可以说嘛 一个家庭 要是反作伤是最危险的 丽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都说什么了 丽华 我 老爷子怎么会这么激动 我 还不是劝老爷子早点离开这儿吗 传奇已经定下来了 后天去基隆 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 才把船票弄到的 现在船票多稀罕 那十两黄金也换不来 可是老爷子 差一点就把船票给撕了 你们跟他说这些干嘛 我不是跟你说这有我的吗 你一定是把话给说极了 哥 哥我不知道老爷子有心脏病 是啊 一块睡了这么多年 我从来就没觉得老爷子 哪身体不舒服 医生说了 老爷子这回是心肌更色 要面积再大一点 救都救不回来 我的天哪 那以后这话可千万不能再对他说了 真的可千万别说 真不能说了 麻烦你们亲属帮个忙 跟我来 我去 我去 我们要帮他老人执意不干 停和 我没事 死不了 停和 停和 你可不能有什么事 你要是有什么事 我可活不成 我可活不成 有你在我身边 我高兴 哥 你说话呀 你说怎么办 我是没办法的 我呀 就是不想见到他们 我去找人 就是抬 我也要把老爷子抬到船上去 不行 老爷子万一出什么状况 那就叫天天不赢 叫地地不灵 只能这样 咱能把他丢在上海 自己跑台湾去 丽华 来 来 来 爹 爹 爹 我想见我的外孙子 叫飞弥来 爹 爱 真 爹 姚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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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妃未来